今天介紹一下獅子座的打法 獅子座是3D5T 技能沒什麼特別的 都是胡鬧的 所謂會把你擊退之外 還有舞台效果增加自己的速力迴避以外 其實沒有太多的機關 也沒有太多的傷害 基本上前排的威脅不大 打他基本上大砲隊比較好打 大砲隊所屬的就是用鐵鞋的比較好 你不要用什麼前衛 前衛要調這個砲術不好調 全部都給他用貼鞋 亂丟亂炸就好了 主砲就是選擇大底砲 增加你的投射量 因為他跑來跑去 增加投射量就會增加你的有效命中率 黑白彈全部都裝上去 裝填基本上是滿的 能越滿越好 再來這邊呼城就是彩砲 黑白彈命中率 大底這邊也是一樣 大底砲 黑白彈加命中率 剩下前排的部分 就是出圍出坦 還有旗艦整傷拉煙 裝備方面我都沒有什麼變 因為他是打世界META用的 如果要的話 你也可以換成流彈炮 還有什麼磁聯 就是一般坦型的裝備 這杯安山改 因為他這個島區 對於導彈對輕甲的備率很好 而且又磁雷級的 所以很好 傷害不錯 還有一定的坦度 再來 歐羅拉一定要上 因為歐羅拉一定都是對驅逐 還有輕巡 會必須降低 不管你打以後的王都是一樣 遇到這種王 一定是帶歐羅拉就對了 基本上大砲隊打這個 應該就是臭臭猶豫的 那如果你要改的話 安山可以改那個MDM MDM如果沒有的話 還有什麼黑海媽 再來就是海媽 不過測試下來看起來 好像安山的傷害是真的不錯 那剩下的潛艇應該都是3U 或是其他的U 基本上潛水艇的傷害 就是打好玩的 裝備方面其實都是一般的磁聯 然後潛水艇的管 大概都是這樣大同效益 其實基本上潛艇不是這麼重要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實戰演練部分 就會有非常突然的 這個遊戲 10次採訪 就可以就可以了 了 坐下 打算 位置 打算 不 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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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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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